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王嘉梅來自Freedom Mortgage 在我旁邊的兩位美女呢 一個是Tammy Tsai 她剛剛得了一個皇后的冠軍 在我們Las Vegas的選美比賽當中 她旁邊是她的那個Broker 叫Karen Shaw 那麼我們今天呢 想來採訪一下Tammy 讓我最敬佩的就是 她怎麼會有勇氣走上舞台 Tammy你好 嘉梅你好 謝謝你 其實也很謝謝你們 今天呢 我們的Raymond呢 特別安排兩位美女來採訪我 因為在我們Vegas呢 這個9月28號呢 就是兩三天以前呢 就是舉辦了一場 牙裔選美大會 那她分成了好幾個組 有那個青少女組 那就是17歲以下的 還有這個美女組 然後還有熟女組 然後還有媽媽組 那媽媽組呢 我是屬於媽媽組 那在這個整個比賽的過程呢 其實我最早想要 最早呢 是因為我想要跟著女兒呢 能夠陪著她 留下一個美好的這個回憶 因為她已經17歲了 這是她最後一年呢 可以 如果18歲了 讀了大學 可能就是已經到學校去住了 就會離開我們嘛 我們都總是希望說 能夠跟女兒呢 留下一個共同的記憶 那再加上呢 她今年這個 Asian Mrs. Miss Asian Las Vegas呢 剛好也舉辦這個活動 那我就想說 我應該呢 帶著女兒一起去參加 那麼我有這種想法的時候呢 我就告訴我們的經紀人 Karen 然後Karen呢 就非常非常的鼓勵我 因為Karen說 Tammy 你記得吧 這個不是我第一條起來的 是Elisa 對Elisa 我們的Elisa Karen說起Elisa 因為去年的時候 Elisa也是你們公司的房地產經紀 這個是不是你們公司的傳統啊 聽說你也參加過學美比賽啊 是不是 是是 我參加學美比賽 其實也是跟女兒有淵源了 那時候 我是想帶女兒去參加 她的什麼少女禮儀班的 結果呢 她們踹著我就是 一定要我參加學美比賽 所以我呢 還不如今天的Tammy Tammy是非常自信地站在舞台上 我呢 那當時是抱了一個去參與 參與者 也不想說是要得什麼獎 因為我沒有什麼才能 我也不覺得自己很好看 就過得去吧 那結果出來 真的是 我很感激了 我覺得 哎呦 這麼多獎給我 我覺得哎呀 不好意思 那Karen 是不是因為你自己 有這樣的情節 所以你對你們公司的房地產的 這些經濟參加 這種學美 你會特別支持啊 是 我覺得參加過那一次比賽之後呢 其實王龍生當時 王龍生老師講的 你站在舞台上就是一個贏家 其實那一封自信啊 你不知不覺的就一定要有 才能夠站得穩 才能做得好 其實這一次我的活動 當時好幾年前了 其實對我一生影響很重要 我原來的個性就是 一方面很知道 一方面又是很自卑 所以有一點不知道這個點在哪裡 那我參加過那次比賽之後 我就覺得對自己 好像比較平衡了 比較平衡 對對對我也同意 我當時就是收到 因為那天我感冒 所以就沒有去當場觀看 但是去年 Alisa的這個參加比賽的時候 得了第二名 對我們一起去的 第二名我有參加 那我也是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鍛鍊 那Tammy我知道這個參加比賽 往往都要做很多的準備 對你又是房地產經濟 而且我知道你對業績也非常的好 謝謝 我們最近還一起合作過一個case 一下子還close兩個 你怎麼樣平衡你的生活 包括選美還有做這個工作這方面 其實我這個問題 我謝謝你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實際上我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平衡 如果說我們時常把我們完全都投入在一個工作裡面 你等你得到你想要的就是你工作你賺了一些錢 然後你但是你的心理是會非常的空虛 所以我一直都是在找一個機會找一個舞台 讓我能夠有一個機會能夠站出去 那麼這一次的這個比賽 我非常的榮幸能夠以一個52歲的人 還站上選美舞台 得到全場觀眾的熱烈支持 不是只有裁判支持 是全場的觀眾熱烈支持我 是 我的名字是Tammy Tsai 我真的這麼len瘦 我擔心為主要擔心 一場舞台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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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全年代的女人 永遠放棄你的夢 永遠搜尋自己的最優秀 我已經52歲了 我已經知道你能夠 下一個年來 我再次第19歲 讓我感覺到 身為一個女人 實際上我們是非常有能力 我們可以掌控所有的 我們不但工作 而且我們回到家 我們還要當一個媽媽 我們還要當一個太太 實際上做一個女人 是非常辛苦的 我今天在我的Facebook上面 也看了一個很有趣的 他說我們都知道 我們當女人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當我們碰到另外一個 很不講理的女人 我們應該原諒她 因為我們應該知道 當女人實際上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在整個選美會的過程裡面 我學習到很多 老師教我們 走的姿勢要怎麼走 屁股要怎麼扭 我告訴你 已經五十幾歲的人 要更加穿三吋四吋的高跟鞋 對我來說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我以後怎麼可以告訴別人 分享給別人說你必須要去做 所以我自己都沒做 這個過程也是一個毅力 要堅持到最後 對 而且我還把我女兒也一起帶上去 所以當我女兒去買高跟鞋的時候 她買多高我就跟她買多高 因為其實在這裡我覺得 Tammy跟她女兒之間的那種互通 是我們很多有聽的女孩子的 你沒有齁 我自己也有 就是這種是很羨慕她 對 兩個人的那種互通 像朋友一樣 特別那首歌 我們都是好朋友 真的是很感動人 所以全場給她的掌聲也對中 所以全場給她的掌聲也對中 我們都是好朋友 讓我們來牽著手 美好時光莫走過 流逐幻想在心頭 換了臉膜 一個不停留 時光匆匆 愛呀呀呀呀 讓我 讓我 讓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好了 我們都是好朋友 當我們在牽著手 美好時光莫走過 有句幻想在心頭 換了臉膜 一個不停留 時光匆匆 愛呀呀呀呀 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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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其實我覺得Tammy講的非常對 就像Karen講的也是很對 小孩子在十幾歲讀大學之前 如果家長能夠這麼支持 不光是說要求你去彈鋼琴 你去拉小機器 你去做 而是身先士足的 就是Lead by example 自己也走上去的話 我覺得對孩子今後的這個人生道路上的這種 毅力啊 信心啊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鼓勵 是 而且呢 我也非常鼓勵呢 所有的婦女朋友們呢 都應該呢 去挑戰自己 所以說 我們要去挑戰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自己的實力 對不對 你的能力啊 有的時候是超乎你的想像 對 誰會想到一個52歲的老媽媽 還能夠跟這些 沒有老媽媽 十七十五歲 還有二十三十幾歲的這些人呢 一起站在一個這個 選美的舞台 面對一千多個觀眾 然後還要穿泳衣 哎呀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真的很大的一個挑戰 這個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真的是 我覺得泳氣真的是非常的可嘉 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在這方面 我會 但是現在我也受到鼓勵了 我們今天在你們公司開會的時候 討論說 我們大家都去參加啊 我覺得我們在美國生活的這個女人吧 應該是還是很幸福的 因為我們真的是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 只要你願意你都可以去做到的 所以生活的品質呢 不光是賺多少錢 就好像人家說 幸福並不是用錢來衡量的 對 其實精神生活呢 也是相當需要的 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 對 所以我們公司的話 我們員工 我都是很勉強 很強制他們說 衣服要穿的怎麼樣 要dress code dress code 幾乎是常常這樣子 對 所以我跟Karen也開玩笑 我說女公司 不要叫信和房地牆 乾脆叫做美女beauty 對 因為他們公司老出美女 不是出美女就是出美媽 對不起啊 不是美女喔 其實我覺得 美媽 美媽的 我們兩個美媽 其實呢 我覺得選美呢 因為在我們選美會的前一天 我們全部都搬進去這個Plazzo 就是Vegas很出名的一個飯店呢 那我們全部都要搬進去裡面住 那麼Plazzo呢 我們非常 非常連續的集訓 然後在這個集訓的過程呢 事實上我一直在想說 我在選美的前一天晚上呢 我就這個裁判 先跟我們每一個人面談 裁判就問我說 為什麼你會想參加呢 我說有好多好多原因 但是呢我想要打破呢 打破一個傳統的一個思想 大家都認為說 只有年輕 只有漂亮 只有高 而且一定要長頭髮 而且腳要很長 而且呢 該凸的要凸 然後該砰的要砰 我就覺得說 這只是一個傳統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漂亮的女人才是那樣子 但是呢我一直非常記得 Karen告訴我一句話 她說 有信心的女人 是 是最漂亮 沒錯 對 所以說只要我們對我們有自信 當我們做出來的事情 我們講出來的話 我們就是有這個自信 當我們這個自信呢 呈现出来实际上就是一个 正面的一个磁力 这个可以吸引别人 跟着我们一起过来 所以呢我们信额地产呢 我们的这个美丽的这个broker呢 他一直都非常的鼓励 我们这个agent呢都必须要呢 对自己产生信心 而且呢要对我们自己呢 的未来的人生的规划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对客人 要怎么去服务我们的客人等等呢 我们一直都受到我们美丽的这个broker的影响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 不好意思啊 非常自信的呢 所以我这次也是因为挺着这个关系呢 我我就站出来 那也非常的侥幸呢 我能够得到资深妈妈组的这个冠军 我不觉得是侥幸 所以我看上去是 看上去是偶来的偶然的 但是呢我当时他去的时候 我就讲了 你一定会被观众的心 打动他们的心 因为那首歌他放出来那个video 我就讲了 你知道吗 多少妈咪哦 都是希望看到 有这样一个良好的沟通 没错没错 还加上他的personality 他是非常大气 有很多中华女性的一种美德 我不是很淑女耶 小姐嘛 我不是很淑女 我是非常非常这个 我是非常保守的 他们还要我穿 这个两件式的泳衣 我说不行 绝对不可能 后来他们说好吧 那就改一件的 我一直在想说改一件啊 我也是非常的痛苦的 但是后来呢 我觉得我必须要挑战自己 就像我们所有的观众呢 我们必须要挑战自己 尤其是我们女人们 不要把自己的自己的这个方向呢 永远定位在一个弱势 不要认为呢 你永远只能够当一个妈妈 你没有办法做更多的 当一个妈妈 你也可以带着你的孩子 能够到外面去 就像我这次呢 带着我的女儿 你一起上台 握着她的手 我告诉她 你因为她是一号嘛 那跟爸爸姓呢 姓B Bowen B开头是一号 所以呢 他一直都很担忧 因为他第一个要走出去 我都告诉她 你不用担心 因为妈妈就在你的后面 那在唱歌的时候 他往往也是会看着妈妈一下 看看妈妈 有没有告诉她唱错了 或怎么样 但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必须要去背我那些台词 哎呀 我背了背去 那要上台之前 我赶快传短信给我了 先生说 哎呀赶快赶快 你text给我 我要讲什么 后来呢 我把所有的 所有脑袋里面 全部都抛开 因为我们就是要 表现自己 就是只要自己 你不需要太刻意的 老师叫你脚要这样子走 身体要这么柳 我就是这样子 直直走出去 但是呢 我还是得到皇后 我还是得到 这个 这个最高的荣誉 senior 我觉得 senior 其实你最让人敬佩的地方 就是这个勇气 刚才你也讲到 就是在台上 我想我们 其实很多女的 就是说 尤其生了孩子以后 就觉得不好意思 再展现自己美丽的地方 实际上来讲 很多女性的美啊 她的美是来自于 她的成熟 包括她的自信 所以呢 我觉得Tammy今天 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启发 我觉得做人 就是应该积极向上 不管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都不重要 当然Tammy得了皇后 如果说没有得到的话 那这个过程 我觉得 对 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我同意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呢 当然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活动呢 每一个组呢 我们是分了好几个组 每一组都只有 只有一个人是冠军 那么其他人都是 都没有上榜的话呢 总是会 即将欢乐 即将挨愁嘛 但是呢 我给我们这些 其他的这个姐妹们 他们 给他们的鼓励呢 就是说 我们呢 不可能一整天 都带着这个皇冠 或者是带着这个 在马路上走 我们只能够 在那一下 萨木呢 那一刹 萨那呢 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努力呢 受到大家的肯定 但是拿下这个皇冠之后呢 我就是你们 信和地产的agent 说起这个话题啊 这个Tammy 作为agent 当然这件事情结束了 那你现在要回归到 你做agent的身份 你认为这次的 选美的这个经验的话 对你 以后做agent 和对客人服务 有些什么帮助呢 我觉得帮助呢 最主要就是说 我能够更有自信的呢 来为客人服务 那么客人呢 也可以更放心的呢 让我来带他们去看房子 因为呢 我 已经是个公众人物了 对 我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了 这是很难想象 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 但是呢 我还是秉持着 我们Karen给我们的 这个我们公司的 这个教训 就是说 我们出去呢 衣服整整齐齐 蹲蹲蹲蹲蹲 我们就是代表 我们公司呢 来服务所有 借着我们这个公司的 这个管道呢 来找到我们的 这些客人们 我们不会 我不会带着皇冠 在马路上走 我还是你们的agent 我还是Tammy 我还是Karen底下的agent 我还是加美 配合的这个agent 所以呢 我们都是 来这里服务你们 我们的Karen呢 她在这个 她是 之前呢 在中国呢 她是有非常非常 雄厚的这个 法律背景的 她曾经是我们 堂堂知名的一个 法官 所以呢 我们Karen 非常的谦虚 那我们加美呢 在我们拉斯维格斯呢 她已经做了 十几年的这个 这个地产方面的 这个贷款呢 那也帮助好多人 解决他们贷款 说贷不下款来之后呢 借着我们加美 也买到他们理想的房子 所以我们呢 共同来手牵着手呢 就是在这里呢 为你们服务 在拉斯维格斯 你已经找不到 比我们信和地产呢 能够为你提供更好 更服务 更周到的一个 这个地产公司了 绝对 他们公司 管理房地产也很厉害 而且呢 Karen手下 还有另外两位美女 明天是不是也打算参选 对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美女团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需要 Raymond一起跟我们来了 所以Raymond今天被我们美女 踢到外面去了 是是是 所以呢 这边有我们的加美的电话 这边有我们Blogger的电话 那这里呢 就是我Tammy的电话 希望能够有机会为你们服务 非常的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欢迎到Las Vegas L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